評分裁判 來 來 我請大家再拿出白紙來 這四題再寫一次 分區比賽的裁判 只要具備以繳費會員資格 對不對 3 2 1 第二個 裁判可以不要到現場 線上出席 現在啦 以現在的規矢為主 第三 分會擔任過裁判 不能再比分區比賽 第四 裁判是不是至少要完成C6 或者是Level1和Level2 OK 好 第一個 我們來看一下 他是不是只要具備 以繳費的會員資格 不是 這裡 他除了第一點說以付費 他要有6個月的繳費記錄 然後再來他要有 是Level1和Level2 或者是C6 這個時候我們剛剛有說了 或者是他是DTM也可以 所以第一個是錯的 他還是要具備其他資格 第二個 可不可以線上出席 可以 混合比賽可以 混合比賽 第一個 他最大的改變就是 參賽者 你要去問他說 請問您要選擇線上還是實體呢 還不能夠控制他說一定只能實體或線上 總會的手冊裡面 現在示出來那個Best Practice裡面寫說 請你要讓他自願自由選擇 不得強迫他只能線上或實體 所以他如果講說 可是我碰過有可能啊 我先講有可能 有可能的那個參賽者就說 我現在想要實體過幾天 我覺得我還是線上好了 最後在參賽的前一天就說 哇我覺得還是線上 還是實體這樣 那可不可以拒絕 不行 不能拒絕 可是我覺得 真的不能拒絕啊 他不是說不能擋嗎 就是他比如說 去一上的時候決定線上 對 就決定 就決定 對可是你那個 你決定 你可以給他一個那個截止的時間啦 就是說你在幾天 你不能說他現場來 他跟你講說 我要線上喔 我不來現場喔這樣 那不是弄得工作人員 都能讓他把翻了 你還是給他一個截止的時間 就是說請你在什麼時間決定 決定完之後請他 意思意思啦 總會 世界總會沒寫 我覺得你請他寫一個同意書 說我同意這次比賽的時候 是線上出席 還是實體比賽 這樣你比較好處理啦 不然的話我真的覺得蠻難處理 視訊中 我是那個 他想要實際 可是 你看他那是確診 確診 然後轉線上 有 剛剛總會長有說這是可以的 這個情況才可以 還可以改 那個沒有辦法 那個真的只能改 對 對 對 世界總會現在釋出的那個資料 基本上他都非常尊重參賽者 他會希望由參賽者的自由意志 來決定說 他到底要線上還是實體啦 所以我覺得這對主辦單位 真的會比較辛苦一點 到時候我們會看那個手冊 再看細一點 這個剛剛講過了嘛 你在分會 大家團派是可以去分區比賽的話 這沒問題 分區以上的話就不行了 至少要完成C6跟 Level1跟Level2 剛剛有說了 是對的 好再來呢 評分裁判 請你先確定自己的裁判資格 因為有些裁判長他可能客氣 他沒有跟你查驗啦 請你先自己確定 剛剛講的那幾個條件 你有沒有具備 第二個 你一定要看一下 你的這個守則的證明 跟這個規則的手冊 提早抵達會場 然後保密你的裁判身份 可是分會比賽做不到 因為平常都沒來的 雨滴100年都沒來過 突然出現了說 喔你裁判喔 沒有沒有 示範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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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是一樣 而且現在分會的人數 都比較迷你一點 然後突然有很多人來的話 你就知道喔我裁判喔 裁判 即使你知道 請你也不要講 好不好 我們遵守這個手冊裡面說的 再來就是這個 填寫完評分表之後 下半部要放入信封 隨後不要舉起信封 因為這樣全場就知道 你是裁判了 你只要想個辦法 適應你的計票員收取就好了 剛剛講說不要 也不能把上半部的評分 原始分數給他看